我会处理几个问题, 首先我很支持专子和很欣赏它的漫画创作, 因为它那种洞察力, 它那种不封画风, 有字有图是令到香港普通人来说有很大的认同, 根本上就好像帮我们讲出一些看法, 很有代表性, 我相信也有不少知道形式专子的香港人, 它都很长远地去关注香港的民情政情, 所以它其实是我们香港这一个城市之中, 用一个很重要的漫画家, 和透过漫画去针对时弊, 去讲出很多香港市民未必很容易讲得出的心底说话, 因为没什么机会投业, 或者没什么机会很自由地交给意见, 或者用其他方法, 所以我很不开心见到有不同意见出现的时候处理方法, 是去针对一个媒体, 去尝试去不单止指正或讲出自己的看法, 还要不少带打地去感觉上想脅迫一些媒体去放弃一些可能很有感染力, 很有受公众欢迎的一些作品或评励, 其实是想尝试去灭声或消音, 一定有寒蝉效应的怎会无呢, 在宣指之前都跟联报有关的, 当然就是任赵达的文言, 四格文言, 你都见到警方去信之后, 专指跟联报分别原应之后, 也有一些建制陈炎要拆存在感的, 一些退了休的高官也好, 或者一些人大政协的高层人士人物也好, 都很努力去踩多两脚, 这些动作本身香港市民害在眼里, 我们都不知道出发点或动机是甚麽, 去到清算也好,清洗也好, 静音也好, 国际社会会关注的, 都是一样的, 这些动作其实是倒米的, 老实说是帮倒忙的, 一方面就是香港好自由, 香港好人权, 香港好自由发表不同意见, 但同时之间, 你会见到这些政治操作, 可以说是完全无忧无止的每日发生, 所以在香港来说, 继续坚持自由创作的朋友, 包括专指兴助, 我们是很尊重也很珍惜, 希望大家继续在寒风凉灭时, 依然继续坚持自己的原则和想法, 做一个真正的君子, 继续讲真话,讲道理, 也不需要向这些强权, 是悲观屈室的, 可以继续在腰板挺直, 做人和他相当之好, 每一个阵地, 每一个声音, 尽管跟政府不同的, 都很值得去关注重视, 接着来个问题, 大方向就是, 事前报告是否讲政制呢? 我想政制, 我形容是一间房间的大象, 基本上是, 你可能无问, 但大家都知道, 成也败也, 其实跟政改有密切关係, 议题是被拿走的了, 这也是事实, 香港也不是, 是简单到, 不知道, 整个双普选的路线图时间表的议题, 已经是不可处理的, 林郑已经说了, 她处理不了了, 李家超在上场时, 都说她处理不了了, 不会处理的了, 所以我完全不觉得奇怪, 为何没人再问, 但不问代表不存在, 问题继续存在, 是吧? 我相信我们做研究的, 做分析的, 一样是继续关注香港, 由一个开放社会, 即使未有民主政制底下, 可以有百花齐放的一个状态, 去到一个越不越单声道, 或者大家都觉得, 每一句话, 每一种东西都要思前想后的时候, 那种的质变是很明显的, 所以有只一日, 如果我们说, 基本法无改的, 是要继续双普选的时候, 各国的法求权在哪里, 不会再在民间社会, 因为民间社会可以这样说, 在过去这两三年都见到被受打击, 民主派也是被受打击, 各法求权一样在现在的特区政府, 乃至他背后的中央政策手里, 他何时提想不想提, 有我的研判, 我觉得他不会, 因为现在的做法, 直接是调转, 我们已经是民主了, 不用责任, 我们全过程民主, 全方在民主香港特色的民主, 如果他继续用这种方法自我去到感觉良好, 自己去洗自己的路的话, 可能他觉得根本就已经无问题了, 但他觉得无问题, 不代表问题真的无了, 不能够为主观意志所转移的事实, 依然是一个小圈子产生的政府, 是一班同质性很高的人, 自己为了同质性地互相繁殖的政治生态, 这个其实在世界各地来说, 都不觉得是一个健康生态, 所以政制的问题即使不问, 并不代表不存在, 并不代表不重要, 并不代表不会影响到香港人的福祉, 这个地方,第三是李家超的表现, 我想大家都可能心中有数, 但讲心中有数等于不回答你的问题, 不过我想数据都很坦白讲了, 记者朋友刚才有文述的数据都很清楚见到, 即使他阵营都不受欢迎, 或者令人觉得心悦成福, 无得简单是一个事实, 他是被阴点的, 他是唯一的候选人, 这个都是事实, 你可以想像在建制阵营中, 还有其他觉得自己很值得做, 很想做, 或者为何那么久都未到我做的人, 是觉得自己可以独领风骚的, 大家这些空间完全是没有了, 现在被要求战线地统一起来, 去到只是撑一件事, 撑一个人撑一件事, 而那个人又特别是, 我坦白说, 李家超先生本人, 在他过往公职经验方面, 比较单一, 不够广泛, 所以他做事或讲话的时候, 你见到其实都不是很有办法去讲太多, 他的每个星期二在行会前前后跟大家讲的, 那个会面是极短的, 似乎都是知道自己有先天的不足, 所以后天并不去培训, 后天去回避, 去减少跟公职接触, 接受传媒查询, 或者记者发布会, 或新闻发布会里面的, 一些尽量去发挥自己的想法, 是少之又少的, 要靠其他国人国业, 港澳研究会, 或人大政協那些, 那些只是帮手给他填充, 为何不骂三条呢? 很多人会出来帮他解话, 说一大堆东西, 7点、8点、10点, 他自己说出来, 但他自己说不到, 他自己说不到太多, 也不太知怎样说, 在保安范层上, 他已经有些位置, 我已经觉得状态上, 很难令人信服, 他真的可以被人觉得他担当, 说到事,做了些决定, 而是被人觉得他有很多 为首为名的地方, 有很多他要兼顾的利益, 或者政治上的一些角力, 只要他变得更加比以前更迴避, 那种自保, 要求自己的稳定, 求自己的位置的稳定, 那种心态所表达出来的一些回应, 和以往的特首的那种自信, 是完全两个, 景地两个世界, 没有人, 感谢下来, 感谢下来, 对面三个人, 好久等人, 这边看见的剩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